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些是好像住在一起的陌生人 亲子无法通行 有些亲子形同陌路 没办法沟通 那种亲子关系不是非常的良好 谁是我家之主 我们要来谈亲子关系 我们先来看 约束亚记二十四章 约束亚记二十四章十四节 约束亚记二十四章十四节 约束亚记二十四节 约束亚记二十四章十四节 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神 诚心实意地侍奉他 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 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 去侍奉耶和华 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 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 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 所侍奉的神呢 是你们所住这地的 雅摩利人的神呢 至于我 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敬畏神 一定会侍奉神 侍奉神的人 一定是跟神关系良好的人 会跟神建立良好的关系 这是一个次序 敬畏神一定会侍奉神 但是侍奉神 不一定他敬畏神 这是一个连贯性的 圣经也是这样写 你们要敬畏耶和华 诚心实意地敬畏他 敬畏神 一定会侍奉神 但是侍奉神的人 不一定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好 那敬畏神 侍奉神 我们才能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 那我们跟神建立亲密关系 会影响我们的亲子关系 我们跟神亲密的关系 会影响我们跟我们的儿女的亲子关系 所以谁是我家之主 耶稣基督就是我家之主 但是一家的主人 爸爸妈妈 我们要带头 来敬畏神 来服侍神 带领我们 跟我们的孩子 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 自然而然 我们跟 我们跟我们的这个子女 的这种亲子关系 自然而然 就建立起来了 非常的奇妙 所以这边是 耶稣亚 在免励当时的 以色列百姓 你们要敬畏神 你们要侍奉神 那免励他们完之后 他自己要以身作则 所以他才想说 至于我 和我家 我先自己要以身作则 他先讲我 然后和我家 所以他是 这个一家之主 一家之主 所以他要带头 带领全家 一起来敬畏神 一起来 侍奉神 这样 我们跟神的关系 我们跟子女的关系 自然而然 就会建立 而且这种关系 是非常的亲密 那小弟就用这个主题 按照我读经的心得 信仰的体会 那我提出 三点 做我们彼此的学习 第一点 我们先来看 亚伯拉罕的亲子关系 为什么亚伯拉罕的亲子关系 非常好 因为 他们就是 以神为他的主 亚伯拉罕跟神 建立亲密的关系 自然而然 他跟他的孩子 就建立 建立起亲密的关系 我们看 创世纪22章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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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以后 神要试验亚伯拉罕 救夫叫他说 亚伯拉罕 他说 我在这里 第二节 神说 你带着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你所爱的以撒 往摩利亚地去 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 把他献为凡祭 第三节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 被丧驴 带着两个仆人 和他儿子以撒 也披好了凡祭的财 就起身 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 这三节 让我们看到 亚伯拉罕 敬畏神 所以他服侍神 神吩咐他 要来服侍神 要把他独生子 要把他所爱的 这个儿子以撒 献为凡祭 因为我们现在来讲 就是在服侍神 所以一个敬畏神的人 他会服侍神 所以他敬畏神 最后他就听从神的吩咐 神怎样吩咐 他就怎样的遵行 因为他敬畏神 因为他会服侍神 因为他跟神 已经建立起亲密的关系 所以我们看 亚伯拉罕 他亲子关系 非常的良好 所以圣经两次记载说 父子二人同行 父子二人同行 我们看创世记 22章第六节到第八节 亚伯拉罕 把番祭的财 放在他儿子 以撒身上 自己手里 拿着火与刀 于是二人同行 第七节 以撒对他父亲 亚伯拉罕说 父亲啊 亚伯拉罕说 我儿我在这里 以撒说 请看 火和财都有了 但番祭的羊羔 在哪里呢 第八节 亚伯拉罕说 我儿神必自举预备 做番祭的羊羔 于是二人同行 从第六节到第八节 联系讲两次 父子二人同行 父子二人不是形同末路 父子二人不是各奔东西 你走你的路 我走我的路 父子二人同行 那可见 这个亲子关系 非常的良好 这三节 也让我们看到 信仰会影响信仰 生命会影响生命 从第六节到第八节 让我们看到 这个父子 两个人 的对话 父子 亲子两个人的对话 所以父子有在讲话 有在对话 不是没有在讲话 有些父子是没有在讲话的 早上起来 看到爸爸 也没有说爸爸早 爸爸好 放学回家 也没有说 爸我回来了 妈我回来了 爸我跟你讲 妈我跟你讲 我今天到学校 遇到什么快乐的事情 我遇到 让我很难过的事情 这样 如果是我 我会很难过 有对话 有些孩子 在讲话说 不要跟我讲这些 很忙 你们看我很忙 干下班 回来很累 不要跟我讲这些 如果孩子跟他讲说 爸我今天 妈我今天在学校 遇到什么事情 那我很难过 有什么好难过 孩子就会杀眼 他就希望说 爸如果是你 你会很难过 对啊 我会很难过 你是怎么面对的 问孩子 孩子就跟他讲 是这样 就有对话 他们也是有对话 有问有答 有问有答 那以撒 问他爸爸说 关于侍奉神的事情 关于侍奉神的事情 就是献祭敬拜神的事情 所以第七节 以撒对他的父亲 亚伯拉罕说 父亲啊 亚伯拉罕说 我儿我在这里 以撒说 请看 火汉财都有了 但翻戏的羊羔在哪里 他问 关于拜神的事情 侍奉神的事情 他很清楚 所以以撒从小 对拜神的事情 献祭的事情 就非常的清楚 缺少什么东西 他知道 为什么 因为他爸爸 平常就带他一起 敬畏神 一起来侍奉神 所以他对于献祭 敬拜神的事情 非常的清楚 所以他一看 缺少了什么东西 所以他就问他爸爸了 他敢问 有些孩子不敢问爸爸 不敢问妈妈 为什么 因为问会被骂 我会问说 我很忙 你去找你妈妈 我很忙 你去找姐姐 所以如果一开始问就被拒绝 可能以后他遇到问题 他就不会再问 他的爸爸妈妈了 不会再问了 为什么 被拒绝 被责骂 被责怪 这个也不懂 这个也在问 所以到最后孩子有什么事情 都去问他同学 问他朋友 所以父母亲 有些时候都很难过 我孩子有话 怎么都不跟我说 怎么都去跟他朋友讲 怎么都跟他同学讲 对啊 没有错 他本来要跟你讲 我们就拒绝 还是就跟他责骂 责怪 所以下一次他就不要了 他就直接去找他同学 问他朋友 他不会问 这个爸爸妈妈 以撒敢问他爸爸妈妈 有问题 就问嘛 很自然啊 所以他就 父亲啊 父亲啊 不然 马上回应说 我儿啊 我在这里 有问有答 马上回应 我在这里 不要说 不要找我 我很忙 我很累 我在这里 他就问他了 缺少一样东西 献祭的财 火 刀 刀啊 都有了 但四年纪的羊羔 在哪里 好 那 亚伯兰啊 就非常有信心的 来回答他的儿子 他说 我儿啊 神必定自己 预备翻记的羊羔 亚伯兰非常的慎重 而且 非常的有信心 来回答 孩子的问题 他不是 这个芙蓉 敷衍了事 还是说像早期 我觉得早期 那个小孩子 如果有事问长辈 长辈都这样说 孩子有耳朵 没有嘴巴 听就好 长大你就知道 孩子有虚无嘴 要问那些 大人你就知道 现在跟你说 你也不知道 所以也没有回答 就是说 长大你就知道 小孩子有耳朵 没有嘴巴 不要问那么多 这样跟你讲 你就去做就对了 以前是这样 但是 正常的 这种 亲子关系 就是 有问 有答 这个回答 也不能 不能 这个 呼啰 随便应付了事 随便回答 不是 亚伯兰非常的慎重 非常的谨慎 而且 非常的有信心 来回答 他孩子的问题 神 必定 自己预备 翻记的 羊羔 我们想说 彼莎真的听得懂吗 可能真的听得懂 可能也听不懂 但是 毕竟 爸爸给他正确答案了 爸爸给他正确答案 那如果爸爸 没有给他正确答案 以后他自己 在生活经历当中 我爸那时候 怎么 怎么给我这个答案 虽然他现在不懂 但是以后 原来我爸爸的答案是这样 有一天他会懂 但是如果我们 没有把正确答案给他 还是 这个呼隆呼员了事 最后他 到底怎么会这样子呢 我爸那时候 怎么跟我这样讲呢 所以 亚伯兰给他 这个正确的答案 而且是 非常有信心的回答 神必定 自己预备 好 那我们继续看 第九节到第十节 这个父子的一种 只对父的信从 孩子对爸爸的信从 那为什么孩子对爸爸信从 因为爸爸对神的信从 所以我刚刚有讲 信仰会影响信仰 心会影响信心 生命会影响生命 我们看第九节 他们对话完了吗 问完了 回答完了吗 好 就要来做 神吩咐他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献祭了 第九节 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 亚伯拉罕在那里足坛 把坛摆好 捆绑他的儿子 以撒 放在坛的财上 第十节 亚伯拉罕就伸手要拿刀 要杀他的儿子 十一节 优法的使者 从天上呼叫他说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他说 我在这里 这一段 每逢我读的时候 我都很感动 太不可思议了 太不可思议了 前面 以撒问他爸爸 这个扫了 现番机的羊羔 扫了这样东西 但是亚伯拉罕说 我儿啊 神必定自己预备 好 到了那个地方之后 父子就开始竹坛了 把这个坛珠好 把那个财摆上 好 然后亚伯拉罕二话不说 就捆绑 他的孩子 以撒 那如果我们是以撒呢 读圣经 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 如果我们是以撒 我们会什么反应 怎么会这样 爸 你刚刚不是说 神必定自己 预备翻去的羊羔 你怎么在帮我 你怎么在帮我 如果我们是以撒 我们会不会有疑问 爸 你刚刚讲的 跟现在的这个动作不一样 怎么会这样 所以我们看 从头到尾 以撒都没有疑问 都没有疑问 他的疑问是前面 少了翻记的羊羔 他爸爸回答完之后 从他爸爸开始 要捆绑他 要拿刀杀他 他一句话都没有讲 太奇妙了 这个就是神迹 太奇妙了 不可能 但是 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因为 跟神的关系 亚伯兰 跟神的关系 亚伯兰 信从神 所以他的儿子 就信从他 爸爸就是这样讲的 所以我就相信 爸爸讲的话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以撒竟然 没有疑问 以撒竟然 没有 挣脱 以撒竟然 没有逃跑 因为我疑问 爸你怎么帮我 你刚刚不是说 神必定预备吗 一定会有疑问 再来 爸爸要捆绑他 他静静的让他绑 那如果 以撒没有静静的 让他爸爸绑 爸爸有办法绑住他吗 亚伯兰几岁生以撒 100岁 好 现在说童子 大概以撒也 大概13岁 13岁 所以亚伯兰有113岁的人 113岁要捆绑 13岁的人 有办法捆绑吗 我小时候很皮 不乖 有一次我妈妈生气 如果我妈妈生气 我妈妈 她要修理我 她修理我就 我就跑 我妈说不要跑 站住 当然我没有站住 继续跑 我妈就追不到我 她怎么追得到我 小孩子 她跑得快 如果 以撒 拔腿就跑 拔腿就跑 亚伯兰追得到吗 一定追不到 如果 亚伯兰要捆绑她 以撒挣脱 她有办法捆绑她吗 也没办法 但是竟然 一句话都没有讲 竟然没有疑问 竟然没有质疑 竟然没有逃跑 静静的让她爸爸绑 绑完之后 她爸爸继续 就把刀拿出来了 要献祭了 要杀她献祭 这时候 以撒竟然 一句话也都没有讲 太奇妙了 如果以撒哭 如果以撒只要 喊一句话 爸 我是你的孩子 爸 你要杀我 有谁动你的手 如果他哭 如果这个孩子哭 只要一哭 只要喊说 爸 我是你的孩子 就一个爸爸 可以真的下了手 我每次读这一段 我都非常的感动 太不可思议了 为什么 就是敬畏神 服侍神 就是跟神 那种器命的关系 建立器命的关系 所以亚伯拉罕 他敬畏神 他跟神建立器命的关系 他顺从神 顺服神 所以自然而然 他的孩子 也是顺服他 信从他 就只能这样解释而已 太奇妙了 太奇妙了 竟然都没有疑问 竟然都没有挣脱 没有逃跑 也没有哭喊 也都没有哭喊 要让他爸爸献祭 所以两个父子 就一同经历神的恩典 真的经历前面 他爸爸讲的 神必定自己预备 翻己的羊羔 所以 他爸爸带领他 跟神建立起亲密的关系 同时间也建立起 父子亲密的关系 亲子亲密的关系 我们看十一节 十一节 耶和华神的使者 从天上呼叫他说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说 他说我在这里 十二节 天使说 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 一点不可害他 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 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 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留下不给我 十三节 亚伯拉罕举目观看 不料有一只公羊的两脚 扣在稠密的小树中 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 献为翻记 代替他的儿子 十四节 亚伯拉罕给那地起名叫 耶和华以乐 直到今日 人还说 在耶和华的山上 必有预备 你看到 父子两人同行 父子两人一起经历 神的恩典 耶和华以乐的恩典 耶和华以乐的生活 神必定自己预备 所以只要对神有信心 一定可以过着 耶和华以乐的生活 这是耶和华他爸爸 带领他 两个人 父子两个人 一起来经历 神的恩典 耶和华以乐 一起跟神建立起 亲密的关系 这个过程当中 父子两个人 这个亲子的关系 自然而然就建立起来了 很亲密 现在父母都会说 我跟我的孩子 很难沟通 有代沟 有代沟 我们看起来 亚伯兰跟他的儿子 以沙没有代沟 我们跟我们孩子 差几岁 大概30岁吧 20几岁 30岁 亚伯兰跟他孩子 差100岁 差100岁 差100岁没有代沟 我们跟孩子 差2 30岁 我们就有代沟了 其实 神 我们跟神 建立起亲密的关系 我们看起来 很顺畅 很顺畅 爸爸一讲他就通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同样 我们是敬畏神 我们侍奉神 所以自然而然 在灵力里面 那个沟通 就非常的顺畅 就能了解彼此 就对彼此的尊重 彼此的信任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信任神 我们都相信神 很奇妙 所以谁是我家之主 当然就是天上的神 耶和华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就是我们家的主人 那我们以基督为我家之主 自然而然 我们的亲子关系 就会良好 就会非常的亲密 好 第二点 我们要建立起家庭祭坛 建立起家庭祭坛 从家庭祭坛做起 家庭祭坛 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 家庭宗教教育 这样来带领我们的孩子 来跟神建立起亲密的关系 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跟我们的孩子的关系 就建立起来了 就非常的微妙 好 我们看生命记 生命记六章第四节 生命记六章第四节 我们从疫情开始 我们总会教务处 就开始推行这个家庭祭坛 那我们中区 我们也在推行这个家庭祭坛 有那个套餐 希望我们各教会 希望我们各家庭 都能建立起家庭祭坛 就是宗教教育 好 我们看生命记六章第四节 第四节 以色列啊 你要听 耶和华我们的神 是独一的主 第五节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 爱耶和华你的神 这里告诉我们 要我们 要听 所以就说 以色列啊 你要听 从第四节到第九节 就是 他们以色列人 把这一段称为 公听篇 公听 公经的公 听 就是侧耳听的听 公听篇 特别他们被卤归毁之后 早晚一定要读这一段 早晚一定要读这一段 公听篇 以色列啊 你要听啊 为什么 因为过去我们都不听啊 都不听神的话 唯逆神的话 被逆神的话 所以就被卤嘛 被卤啊 然后 因为神的慈爱 神的灵敏啊 过了七十年之后 还能归回呢 还能 这个 来 重修 城墙 重修圣殿 所以他们 被卤归回之后 他们早晚 一定读这一段 公听篇 那我们去 以色列教学旅游 到那个以色列国会 他们建国的纪念碑 他们的国会就是 那个金灯台 然后 现在有一个 有一个建国的纪念碑 那个碑文 里面就是写这一段 生命纪六章 第四节到第九节 这一段 以色列啊 你要听啊 就是他们要继续教训 以前就是没有听 现在要将神的话 听进去 所以他们把这一段 称为公听篇 很恭敬的听 以色列啊 你要听啊 耶和华 你的神 耶和华 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 所以神就是我们家之主 祂是独一的主 独一的神 所以呼吁我们 要听 要行啊 要听要行 所以第四节 就是要我们听 第五节就是要行 听完之后要行 第五节说 要尽性尽性尽力 爱幽法你的神 所以敬畏神 的人一定是会侍奉神 敬畏神一定会侍奉神 但是侍奉神 他不一定会敬畏神 会造工的人 不一定是敬畏神 但是敬畏神的人 一定会造工 很奇妙 一定是这样子的 好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要将神的话听进去 那听进去呢 听进去我们自然而然 就会行 就是告诉我们说 信仰就是生活 生活就是信仰 我们要将我们的信仰 内化 内化的东西自然 会外弦 所以我们自然讲一句话 诚于内 诚于内 行于外 所以我们要把信仰内化 内化自然会外弦 所以信仰就是生活 生活就是信仰 以前有一个口号 不要口号 那个词记就是生活 以前是这样讲 信仰生活化 生活信仰化 我觉得把那个话拿掉了 信仰就是生活 生活就是信仰 要把它内化 内化自然会外弦 好 我们看第六节 第六节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 都要记在心上 神的话 不但要听 而且要听进去 听要听进去 那听进去之后才会行 因为内化了 内化 自然而然会外弦 就是会去遵行 遵行神的话 所以神的话 都要记在心上 然后呢 第七节 来教导我们的儿女 第七节 也要殷勤教训女的儿女 那我们怎么教训儿女呢 就是听神的话 听神的话 爱神 听神的话 爱神 尽心尽力 爱主我们的神 就是去遵行 就是侍奉神 那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孩子也在看 孩子也在看 那孩子看 我们有这样做 我们有 然后又教导孩子 这样行 孩子他耳濡目染 爸爸叫我们这样做 他自己有这样做 不是说爸爸叫我们这样做 我都看不出来 他有这样做 时间到了 我快去煮火 时间到了 我快去煮火 爸爸你不去煮火 今天爸爸过厨 孩子说好了 爸爸说要过厨 我们就来煮火 回去说 不是过厨 你过电视 这个孩子 怎么会这样 他心里会想说 要顾家 顾家大家也轮流 明天换我顾家 要叫孩子去煮火 但是我们自己不去煮火 要叫孩子去煮火 还不错 我叫孩子 说要看重新娘 还不错 但是我们要以身作折 要先听神的话 神的话 存在心里面 放在心上 然后第七节 殷勤教训你的儿女 怎么教训 就是用记在心上神的话 来教训儿女 殷勤的教训 那个殷勤 就是持续不断 原文就是磨肩 磨肩 磨肩就是持续不断 持续不断才会磨肩 才能磨肩 如果偶尔才磨一次 再怎么磨 还是磨不肩 以前读书有这样一句话 只要公乌生 铁除也可以磨成绣花针 公乌生 就是下公乌 持续不断 这样铁除就可以磨成绣花针 这个殷勤的意思就是 没有中断 持续不断的 教训儿女 好 下面继续讲 无论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 躺下起来 都要谈论 都要与儿女谈论 不但是教训儿女 教导她 而且要跟她谈论 谈论就是刚刚 不然跟她的儿子 伊萨一样 有问有答 谈论的意思就是 有问有答 不是命令式的教导 是谈论式的教导 不是说你长大就知道 不要问那么多 孩子问题最多 如果我们从小有带领她 来敬拜神 从小抱着她来 然后牵着她的手来 然后可以坐在旁边 就坐在旁边 以后她自己就来 这个过程当中 她会问 爸为什么 我们吃饭都要末倒 孩子小时候 如果我们父母亲都知道 我们自己都是这样经历过来的 要抱她喝奶的时候 我们都自己会先末倒 不是吗 慢慢她自己 抱奶瓶 要喝奶的时候 等一下 我们也抱住她的手 抱住奶瓶 交答 怎么祷告 末倒 感谢主耶稣 感谢神 我要等她自己可以抱的时候 你要喝奶瓶 你有没有末倒 有没有感谢主 孩子你怎么教她就怎么做 她也很可爱 感谢主耶稣 是 奶瓶给我喝 让我快快长大大 她也不知道 倒是什么意思 但是我们怎么教她 她就怎么做 慢慢长大的时候 她会问 为什么后来要祷告 为什么要感谢主耶稣 主耶稣是谁 她会问 问我们就回答 我们不要乱回答 耶稣 耶稣就是姓耶明书 不能这样 我们要把正确答案给她 虽然她听不懂 小孩子她定然听不懂 但是慢慢长大 她就听懂 她就知道 我爸爸妈妈 那时候跟我给的答案 就是这样 她成长的过程当中 她听道理 她从宗教教育 慢慢知道 那我们在家里面 也给她实行家庭宗教教育 所以慢慢的 她就可以知道 因为我们有谈论 她一定会问 孩子一定会问 为什么 隔壁邻居 奇怪 只有我们 是信耶稣的 人家都是拜拜的 她会问 为什么都要去聚会 她会问 我记得小时 我们家住在教会旁边 所以 这个聚会时间 我们都去聚会 孩子 有一次就问我 爸 我看跟我们童年记得 都没有来聚会 我跟孩子回答说 感谢神 我们都可以来聚会 所以我们要感谢神 我们要为那些 没办法来聚会的人 祷告 可能他们太忙了 没有时间 所以我们可以来聚会 感谢神 所以我们不能讲说 你看我们做认真 别人都很懒惰 我们要来聚会 我没有这样讲 我们要跟孩子讲说 你看 我们能来聚会是恩典 可能其他人很忙 可能被绑什么事情 绑住没办法来 我们可以来 我们要感谢神 孩子这样 可以来聚会是感谢 不然他奇怪 跟我们童年记得 好像没有几个来 我们要给他正向的引导 给他那个正确的一个答案 所以孩子成长过程当中 他慢慢会体会 他会感受到 这样信他就慢慢建立了 不然我从一开始 出来当传道到现在 我都参与那个大专班 大专学龄会 大专的事情 那很多这个父母亲 都会跟我讲 传道 我的孩子 从小就在宗教教育长大 他也当儿童教员 为什么 读大学到外面去读书 信仰就不见了 成长怎么会这样子 他说宗教教育长大 也是当教员 我说对 他的信仰没有建立 以前都是你叫他去的 你催促他的 你叫他做圣工 那现在到外面去了 没有人催促他 随道自然行 没有人叫他要做圣工 所以我们要带领我们的孩子去体验神 跟神建立起那种亲密的关系 那我们跟儿女的那种关系也会建立起来 所以这边说要殷勤的教训我们儿女 要把握这个生活忌讳教育 有时间有机会就讲 你看这里说 坐下 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 躺下 起来 都要谈论 我记得我小孩子小的时候 要睡觉的时候 我都要讲圣经故事给他们听 两个孩子 一个躺在我这边 一个躺在我这边 肩膀上面 我就讲故事给他们听 我记得那时候我在读神学院 神学生 所以我每个礼拜回家都讲故事给他们听 讲到最后有一天 她说讲故事 我说圣经故事大概都讲完了 那时候我那个女儿幼稚园大班 她就跟我说 以后你要当传道怎么没有故事可以讲 对 其实圣经故事讲不完 看我们怎么讲 把它科语化 把它生活化 像那个绘本一样 讲得很简单 很容易明白 生活化这样就好了 其实孩子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这样 他耳濡目燃 因为我们有做给他看 我们不只是教导他 我们有先做给他看 好 再来呢 就是环境的营造 也很重要 我们看第八节 也要细在手上为记号 戴在额头上为经文 第九节 又要写在你的房屋的门框上 并你的城门上 这个就是家庭环境的营造 提醒自己 彼此提醒 说也要细在手上为记号 细在手上 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我们就看到手上的经文 这个是在提醒自己 比如说生气了 捲袖子 要跟人家输赢 对不对 你要跟我说清楚 讲明白 一把袖子折起来说 你要爱你的仇敌 为你的仇敌祷告 类似这样 细在手上 就是提醒自己 然后戴在额头上 额头上我看不到 但是我看到 我可以看到你的 你也可以看到我的 彼此提醒 彼此提醒 如果我们有 我们信仰已经内化了 我们的信仰已经 在生活当中 生活就是信仰 我们就会彼此提醒 有一次 我休假回家 吃晚餐的时候 我想说 讲个笑话 让大家轻松愉快一下 那我讲完之后 我就哈哈大笑 我发现我们家都没有在笑 我就问他们说 你怎么 不好笑吗 我女儿就转过来 有什么好笑的 我说 不好笑吗 爸你是传道 怎么可以讲这种笑话呢 哎呦 对啊 我是觉得说 无伤大雅 但是他提醒我一点 对啦 一般人可以讲 但是 爸你是传道呢 你怎么可以讲这种笑话呢 想想也对 因为我们市场有时候 有社会观感 也有传道观感 传道对 信徒最传道的 这种观感 同样一句话 信徒讲的 跟传道讲的 当然你们的观感会不一样 团队你来说这种话 对啊 我可以说 奇怪 我可以说 你就可以讲了 你就可以讲 我为什么不可以讲 我不能这样讲 因为观感的问题 观感的问题 所以彼此提醒 我女儿会提醒我 爸你是传道 你怎么可以讲这种笑话 对对对 这个就是彼此提醒 再来呢 说 哇 写在房屋的门框上 并你的城门上 每天要出门 要出门 出门 门框上就看一次 然后又出城 出城又看一次 然后工作完毕 要进城 城门上又看一次 又回家 进入家门 又看一次 就是提醒 生活的一种塑造 生活的塑造 所以我们要有那种 属灵 信仰的一种环境 意思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是 如果时常来聚会 我们平常互动 多于我们这个教会的 属灵的同伴互动 会影响 会影响 那如果我们平常 都很少 跟我们的信徒互动 平常都很少来聚会 我们都跟这个外人互动 你说会不会受影响 一定会 人很容易受环境的影响 所以我们要营造那种 属灵氛围 气氛的那种环境 让我们的孩子 在这种环境长大 我记得以前 我们早期 那个台湾 那个家庭里面 那个客厅 都有那个什么 酒柜 放酒的地方 酒柜 那时候我记得 那个以前的前总统 那个原家看说 我们要 把那个酒柜 换成书柜 放书 让小孩子从小 就看到书 看到书 不是小孩子 从小就看到酒 看到酒 当然他就会喝酒 因为他从小就看酒 看酒了 看酒之后 他就会喝酒 对不对 难怪以前 打招都好久不见了 因为好久都被喝光了 开玩笑 就是说 那个环境塑造 是真的会影响 所以那时候 前副总统 袁家干 他推行那个运动 那个动作是有功效的 就鼓励大家看书 为什么 因为家里有书柜 如果家里有酒柜 当然他不看书 那就喝酒 其实这个意思也是这样 就是那个环境的一种塑造 好 我们看第三点 敬畏省蒙府的家庭 敬畏省蒙府的家庭 我们看 诗篇128篇 诗篇128篇第一节 诗篇128篇第一节 所以谁是我家之主 我们的神 耶稣基督 所以诗篇128篇 就是敬神蒙府的家庭 一幅全家府的景象 这个夫妻 非常的亲密 那个亲子关系 也非常的融洽 为什么 关键就是敬畏省 敬畏省 跟神建立起那种亲密的关系 好 所以第二节开始 就讲到做丈夫的 跟做父亲的 第三节就讲到 做妻子的跟做母亲的 好 第三节后半段 就讲到做儿女的 那种彼此的关系 为什么会这么融洽 为什么会这么和睦 就是第一节讲的 敬畏省 跟神建立起亲密的关系 所以第二节 就这样讲 你就是丈夫 你要吃劳碌得来的 你要享福事情顺利 敬畏省的人 守道理 他就收本分 他会收本分 他就 他该进的 这个丈夫的职责 父亲的职责 劳碌工作 所以他就可以吃 劳碌得来的 他可以享福事情顺利 为什么 因为神的看顾 神的保守 神的带领 不只是说自己 进本分努力就好 还要神的保守 神的祝福 就像诗篇 127篇 第一节所说的 诗篇127篇 第一节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往南劳力 若不是耶和华看守成子 看守的人就往南惊醒 所以 尽本分 努力 是人的本分 人要 劳力 要劳力 要劳力建造 但是如果没有耶和华神建造 建造的人就往南劳力 我们要警醒看守 但是如果没有神的看守 那看守的人就往南惊醒 不是说 我们努力就好 努力是人的本分 要成功一定要努力 但是努力不一定会成功 但是一定要努力 但是关键是 神有没有保守 神有没有祝福 所以 祂吃劳碌所得来的 祂要享福 事情顺利 为什么 敬畏神 好 第三节前半段 做妻子的 做母亲的 你的妻子在你的室内 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 在室内 就是我们以前所说的 这个相夫教职 那我们台湾话就是说 先生就是头家 那个太太就是家后 头家家后 就是守本分 大家都守本分 头家家后 家在哪里 家很完整的在里面 头家家后 那如果头不当头跑到后呢 家就跑到外面去了 那如果后 不当后呢 跑到前面去呢 家在哪里 家也跑到外面去 所以以前的人生活 其实他那种称呼 其实也是 生活的体验 智慧的结晶 其实也是印证圣经的道理 有所述那边所说的 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 因为丈夫就是妻子的头 就好像教会 就好像基督就是教会的头 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 就好像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一样 圣经的道理就是这样跟我们讲 那我们的生活的体验 我们用的名词 就是印证圣经的道理 你的妻子在室内 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 多结果子 就是好像那个全功能的 就想起以前 那个电视在卖那个洗衣机的广告一样 上面山羊妈妈乐洗衣机 上冲下棋 左搓右搂 打弄一下 类似这样 全功能的 全功能的 因为什么 因为 敬畏神 敬畏神 后半段 讲到儿女亲子的关系 说你的儿女 围绕你的桌子 好像橄榄栽子 围绕桌子 不是回家 空无一人 回到家 不是说各自都在房间里面 围绕桌子 可以坐下来 一起吃饭 坐下来一起分享聊天 现在人难得可以坐在一起 现在人难得坐在一起 坐下来坐下来做什么 滑手机 有没有 那个动作就很自然 一坐下来就在那边滑手机 我也没看你 你也没看我 郭童呢 奇怪 这个对面而已 还是楼上楼下 也在那个手机 灯灯灯灯灯 很奇怪 就直接用 就面对面讲 还是要用手机联络 手机是冰冷的 所以难怪我们现在人际关系越来越差 因为靠手机 靠那个机器在联络 机器是冷冰冰的 人见面 人讲话 有表情 有温度 有肢体动作 所以孩子围绕你的桌子 也可以分享 可以谈论 好像什么 好像敢来在一起 充满希望 充满活力 第四节 看啊 敬畏耶和华的人 必要这样闷入 他叫我们去看 那是可以看得到的 看啊 为什么人家的家庭这么和乐 为什么人家的亲子关系那么好 我以前怎么敢 很多人都问我传道 怎么教孩子 怎么教孩子 我的体会是这样 教儿子没佩服 教儿子没妻夫 基督才是金刚夫 教子无师父 祷告才是真功夫 真的要信仰 真的 真的没那么厉害 不厉害 父母最痛的是什么 生得了儿生 但是生不了他的儿心 身体我生 但是身体我不是我生 机关不是不敢说 有跟他讲 有跟他教 但是就是这样 但是父母亲最痛 最难过的 那怎么办 就是信仰 所以信仰就是 这个就是我们 信仰价值宝贵的地方 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标准 因为每个人的思想观念 会不一样 做法也不一样 当我们有意见不一样的时候 没办法沟通的时候 怎么办 我们有一个共同标准 所以世界为什么会乱 因为你有标准 我有标准 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标准 就是真理 就是神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都按照神的标准 自然而然就OK了 就OK了 所以为什么要敬畏神 要服侍神 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 自然而然人跟人的关系 也迎认而解 那种关系也非常的亲密 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 就好像那个正三角形 神在上面 那我们人在两端 不管是夫妻亲子一样 我跟神越近 我们跟神越近 我们不是越近吗 我们跟神越远 人跟人的关系也越远 那我们跟神都很亲密的关系 人跟人也都到达顶点 也是都非常的紧密 那如果我们跟神越关系 越远 人的关系也越远 一定是这样子的 正三角关系 所以谁是我家自主 就是天上的神 也合法 好 最后我做个结论 和诗篇十六篇第二节 诗篇十六篇第二节 诗篇十六篇第二节 我的心啊 你曾对耶和华神说 你是我的主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基督就是我家之主 我们要效法学习 做事的人 他说 他呼吁他的心 他立志 我的心啊 你曾对神说 你就是我的主 不但是我的主 是我家之主 为什么 因为我的好处 不在你以外 就是我们 如果没有让主 做我们的主 我们就没有好处了 主就是一切好处 幸福的源头了 所以谁是我家之主 天上的神 耶稣基督 是我们家之主 以上做我们彼此的勉励